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在前面我们就已经把这个IP报纹给解析出来了 那么在IP报纹里面有一个关键的这个protocol 那么不同的数值代表的就是不同的协议 那么我们把这个网络层的这个IP头部给解析出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传输层的一个解析了 那么本节课我们将来实现这个UDP报纹的解析器 那么这里面我们也来回顾一下UDP报纹的一个头部是怎么样的 那么对于这个UDP呢它非常简单 有两行 第一行呢是16位的这个原端口号 16位的目的端口号 然后呢是16位的这个UDP长度 以及16位的这个UDP这样和 非常简单 我们接下来就来实现这个UDP报纹解析器 好的回到patchmark第一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在processor这个包下面新建一个python包 把它命名为是trans 表示呢它是一个关于传输层解析器的一个包 好的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同样的新建一个文件叫做parser 对吧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将会实现这个UDP报纹解析器 UDP parser 以及呢下一节课的这个TCP parser呢 也是在这个文件里面的 那么本节课我们先来实现这个UDP报纹的解析器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同样的去回顾UDP报纹的一个数据 对吧首先呢是第一行 首先是原端口 16位 然后呢是16位的 目的端口 这里呢是第二行 16位的这个UDP 对吧 然后是16位的交易核 好的非常简单 接下来我们再来实现 那么同样的我们定义两个方法分别是pars 以及这个 pars udp header 对吧 那么同样的呢它的参数也是这个UDP header 这里面呢我们也是逻辑都是类似的 首先呢我们把这个UDP的头部给取出来 然后呢调用这个pars udp header去处理这个UDP的头部 那么对于这个pars呢它同样的接收一个package 的参数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UDP的头部给取出来 那么这里面UDP报纹呢是IP的数据的部分 所以呢这里面有一个IP报纹的一个偏移 这里面默认是20 对吧这个IP报纹呢默认都是有20季节的长度的 然后呢UDP报纹的长度呢是8 所以呢这个时候偏移就是20加8 那么这8个季节呢就是UDP的长度 那么这里面呢为了把这个20给保存下来 这里面我们形成一个类 这里面呢主要是定义一个IP头部的一个偏移 20个字节对吧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继承这个类 下面呢也是一样的 就在这里面我们调用clask.ipheadoffset 使用这个长量呢去保存这个数值呢 会使得代码的这个可读性更强 所以呢这里面我们使用这个IPheadoffset 以及这个UDP 以及这个UDP HeaderLength 等于8 好的这里面呢8 这里面呢 Return 这个 clask.paskUDPheader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实现这一个函数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也是首先定义返回的一个数据结构 首先是sourceport 然后是目的的端口 destinationport 好的 这四个数据是我们需要返回的 那么这里面呢解析很简单 我们也是通过stock stock.unpack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直接的采用hhh 这个格式制服呢就可以把这个UDP header呢给解释出来了 那么这个sourceport呢是第一个UDP header0 这个呢是head1 这个呢是head2 这个呢是head3 好的 好的 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就实现了这个UDP报文解析器 这简单 比我们原来的这个IP的头部解析简单多了 对吧 这里面呢只要 这里面呢只有四个数据 好的 接下来我们回到server.py这个文件 那么这里面呢因为我们实现了这个UDP parser 所以呢对于这个 for search这个函数呢我们就进行更加复杂的处理 这里面呢我们新建一个 map headers 那么这里面呢定义两个属性 那么这里面呢定义两个key 分别是network 网络层的头部 以及重塑层的头部 对吧 对吧 我们这里面呢首先headers 这个network header呢等于这个IP header 然后呢我们对这个IP header的protocol的这个字段进行一个判断 判断这个protocol是否等于17 那么我们知道呢17是这个UDP报纹 如果等于17的话那么我们就调用这个UDP parser去解析这个报纹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把 UDP parser UDP parser 它可以引进来 UDP parser UDP parser.pars packet self.packet 好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得到了这个UDP header 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UDP header呢 保存到这个头部里面去 Headers transport header等于UDP header 再把这个Headers给返回 好的我们再次把这个服务也跑起来 暂停 好的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因为呢有一些IP报纹的内部协议呢 不是UDP协议 所以呢这个时候 它的这个头部呢是等于mound的 但是呢也有一些UDP报纹 比如说这一个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原端口呢是5353 目的端口呢也是5353 那么这个就是关于UDP报纹的一个解析的结果 这里面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那么实际上呢这个 这个逻辑呢和我们前面所想的是类似的 只不过呢在paskUDP header这个函数里面呢 它的解析的内容呢比我们原来的这个IP报纹简单很多 只有4个字段 好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实现这个UDP报纹的解析器 实现这个UDP报纹的解析器 这是一口词 只是几字比如说 我现在要留估设开析器 你大哥这个人就是几字 我现在的解析器 一样的解析器 我们设法提出来